叉叉叉叉 这里有封信是给你的 这不会是 你要给我送的情书吧 那么突然 怎么可能 什么 还是我刚入职 就已经有年终奖了 你看一下 期待一下 这什么东西 又是试驾的邀请函 荣威新出的车 一台SUV 这是第一系列 那是新能源 我觉得这车 这邀请函 飞去不可吗 你都不需要去试 你过几个月 路上网络的车 全是台车 快过年了 我真的不想出国的 如果这台车 最后真能打到 13万多价格 混合动力 1300多公里续航 你看它行吗 哈喽 大家好 轩商 要我说 荣威在新能源 不觉不乏内 卖的真矫劲 在成都车展上说 需要三年发巴车 现在已经不知不觉 来到第三款了 那车前段时间 低气的混合动力版 纯电版 现在第三款车 也是首款SUV 今天咱们来看一下 荣威的D5X DMH 像D7就有纯电 还有混合动力版 我之前怎么区分 就是看它前脸的 这个灯组造型 像是纯电呢 还是那个咪咪眼 混合动力 像这样的狭长型 那咱们今天看到这台 D5X DMH呢 因为也是混合动力版本嘛 所以这种狭长灯带 而且呢 像是新能源 常见一些贯穿的设计 它也是存在着 但是呢 它穿了又没完全穿 因为你仔细看 它中间是做阻断的 那下方的两侧呢 是个室宽 作用的竖状灯带 再进去隔山 因为它现在DMH是个混合动力嘛 两侧还是封闭的 中间只保留小面积的开口 腰线呢略微上扬 但整体看还是平直挂的 那不管说车顶啊 车尾啊 也没有做悬浮车身 整体的感觉 设计上就能猜出 并不是那种运动激进的 但还是有一些 很年轻很新的东西 比如像隐藏式的门把手 然后同时在车厂的下方 一子板 行李架的位置是做了银色涂层 同时呢 在车窗周边 是由银色镀铬进行包边 另外看这儿 这回采用了全新款式的轮毂 银黑撞色 像这台试驾车19英寸 但我知道它是能选装20英寸的 来到尾部 怎么觉得最打眼的 还是这个荣威的字母标啊 然后它很喜欢的贯穿灯戴 还是保留 然后两侧零星格款式 现在点亮了就会辨识度很强 那其实这个尾灯 灯造大家不会陌生 因为之前已经出现在 荣威那台RX5的1.5T上面 今天整个外观感受下来 我觉得它的设计是那种沉稳的 优雅的 然后中规中矩的 那官方是说 它希望尽量用少的元素 去实现更加高效的沟通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这可能就是说话的艺术吧 我说这台车 是我觉得这个价位里边 性价比最高的紧凑型SUV 这一内饰设计 真的加了特别大的分 首先特别大面积的房企平容材质 你看在这 那不管说方向盘 然后门板处 面板处 它只要你锁到之处 都是有软性材质进行填充 那另外呢 在内饰方案上 它有浅色和深色 两个主题方案 这台是浅色的 但它也不是单一的 就米白色 平铺直取的 它又加了一个壮色拼接 我觉得看起来是更加简约和耐看的 我就喜欢搭配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像你看这台车的后视镜 它边框就特别窄 我作为驾驶员坐在主驾驶的位置 我就觉得世界特别的宽阔 但还是有心要吐槽的 比如说方向盘前边 副驾驶前边 特别大面积的钢琴烤器 每次碰到这种钢琴烤器材质 我就只能一首歌送上 DVX定位是一台紧凑型SUV 车长4米7 然后轴距2765毫米 这个数据吧 倒不是说那种特别打眼的感觉 但反而西部空间是不错 你看一拳两拳三拳四拳 那头部空间也有一拳两拳两拳多 但因为它这些没取嘛混合动力 所以下边也不是一个纯屏 你看 另外我觉得这台车座椅得好好夸 因为座椅真的很舒服 就拿我前面来说 你看填充物有多厚呀 然后它后背向容量表现不错 但二排没有办法完全放倒的原因就是 因为它靠背太厚了 你看 性价比高除了要做的舒服 同样也得开个性价比高 那这就得提到上期全新研发这个 DMH的混合动力技术 它还是PEP3定级串并联 所以可以纯电啊 然后可以发动机直去啊 也可以混合动力去行驶 那比起纯电车来说 肯定会少了非常多续航焦率 比起燃油车来说 经济性表现更好 毕竟对于很多家庭用户来说 性价比 经济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先要条件 咱们今天跳舞语言家 不会二十四年底二五年初 满大街比比结实的网约神车 今天就被我提前体验到了吧 开玩笑了 网约神车还是戏称 主要来说明它性价比够高 空间够大 以及用车成本低 那根据第一期的DMH 现在终端优惠11万不到的价格 我在想 如果真是刚刚说的 十二十三万价格 你觉得这个朋友 值不值得交